非常低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来 我们过去大家尝试过了 他们整个的性能非常差 所以我们数据上是有一次 我去那个挥手 去参加他们的打变 然后我去得太早了 我怕进去了太早了 影响别人的工作 所以我就在他们院子里看了看 所以看到了爬沙 他的墙确实是爬沙 我就很好奇 爬沙会为什么能爬在墙上 结果后来我就把它这个藤 大家看 比如说是看最新鲜的 最看在资图上的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你把这个藤接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最尖端的地方 它是会分泌像液态的东西 表面有很多口洞 这口洞是形成网络的通道 所以分泌的液体 它就会进到那个通道里去 然后就是在这个湿纹调节下来 过一会儿了 它就会发生一个 我们叫它高分子专业的这个化学反应 形成这个高分子材料 那就是一个入合反应 那么这样它从液体变成固件 那么它相当于里面有很多的网络 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藤啊 和下面的这个 和这个墙壁呢 就整体地绑在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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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